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任何来自于某一个特定时期里 能代表当时那个时期的 很特有的一种文化风暴的 经典的 可以成为灵感来源的东西 我们叫他们Vintage 就是任何来自于某个特定时期的 3.3大厦 嗨 大家好 我是Vylan 今天我们现在到了3年屯的3.3大厦 去探店的一个店叫MEGA 它专门是做一个理事古卓 古师傅古卓的一家店 然后我们今天约了他们的主理 跟他好好地聊一聊 关于这个Vintage文化的一些故事 你没听见这个做了多少年了大概 我开始接触明天市的时候是从2002年开始 01年到02年 01年到02年 对啊 但真正我进入这个Business里面 大概是007年 春天这个品牌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 所以到现在这个品牌已经运营了10年了 那接触这个文化已经基本上超过15年了 那什么样的契机你接触到这个品牌 要喜欢给大家更新鸣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它的特别的属性 会给我们带来一种 当你想要完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装扮的时候 你需要这种元素 然后呢它很多很多都是来自于历史 历史就意味着它每一件产品背后 是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历史性 故事性以及它的独一无二性造就了 就是它对我的持续不断的一种吸引 再到后来呢 你会发现它是有关时尚的一个视角 你提供一个有趣的一个视角 让你站在历史里面 或者站在时尚的发展式里面 然后你通过Metage 或者你通过一个The Past of Fashion 来自过去的时尚的一部分 然后你去看待现在的时尚的发展 电影音乐我觉得它们在往前发展 在往未来发展 从经典里面去寻找影感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说Vintage 它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你想象中的 这是一种很有趣很新鲜的一种现象 或者说它是很酷的一件二手一 或者说是很复古的一个元素 其实它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层面 它非于我们更多的是 有关这件产品它对文化这个层面的一种延伸 以及对过去灵感的一种追溯 几十年代很多街头的人他们会穿这种 对我就觉得颜色特别漂亮 对就这种工艺很多牌子 CAPITAL也复刻它们 对很多牌子都复刻它们 我觉得特别有CAPITAL的风格 这什么契机就接触到这一块呢 其实我最开始是启蒙的国家是在日本 那个时候的高原寺 以及当你那个时候你去Dantique 其实当时你并没有掌握到很多的知识 只是你对他们所做的制造的这种氛围所感染 当时我就在想在那么样的一个街区有孕育着这么多这样的文化的这种店铺 为什么中国不应该有人来做一件这样的事呢 我觉得现在人们对Vintage或者说对复古 它会有一个对待这种 这种名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范围 比如说说到Vintage会说到美式复古 或者Vintage会说到很多花花绿绿的裙子 甚至有的人说他是打开衣柜从妈妈的衣柜里面拿出来一件 他曾经穿过一件衣服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任何来自于某一个特定时期里 能代表当时那个时期的很特有的一种文化风貌的 经典的可以成为灵感来源的东西 我们叫它们Vintage 而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件二手艺 或者说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美式复古 就可以把这种文化 Tan according to you V palav expor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